那么最近这个这个这个日本江本胜博士 他们用科学的方法来试这个测验水的捷径 他们做了八九年 做得很有成绩 我是三个多月前我才知道 去年我不晓得 晓得的时候我就到东京去找他去了 三个月之前的时候 有人从这个网络下载下来拿来给我看 我一看了之后 我立刻就想到 《楞严经》上佛所讲的 诸法所生 微心所现 一切因果世界微臣 因心成体 这几句话 把宇宙之间这个真相 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当 讲世界 这个世界不是地球 不是银河系 华严经上 讲大世界 讲华藏世界 真正是我们没法想象了 这大世界 大讲到世界 小讲到微臣 微臣之小 我们也没办法理解 因心成体 心是能现能变 一切万法 所现所变 所现所变的 绝对不会射掉 心性的特质 绝对不会射掉 就好像中国古人 古来祖师大德 常常用黄金做比喻 一金做七 七七一皆金 我们看到黄金做的 这个首饰 各种装饰品 在我们陈大川巨师 他就做这个行业 他带我去参观 他的展览室 差不多有一年万件 各样子都不同 琳琅满目 全是黄金的 无论做什么东西 金的本质一定不会变 金是他的体 所有一切万物 是什么来的 是自信 自信的体 确定不是 所以在有情众生 佛性 在无情的 称为法性 法性跟佛性 是一个性 确定不是两个性 这个性是相同的 性是什么呢 性是灵之 你看你们今天 要做三十七念 中风禅思 在三十七念里面 给你指出 心 肉团心 云律心 灵之心 那个真心 是灵之心 灵之心 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长不断 不义不义 非有非有望 那是真心 那才是自己 灵之 世尊 世尊在楞严经上 讲的比较详细 楞严经上 讲了四个字 见闻觉知 所以那个灵 灵就是 他能见 他能听 他能觉 用一个灵字 代表 他能知 所以 一切万事万无 都有见闻觉知 他从谁 做出试验出来 谁 能够看 能够听 能够懂得人的意思 我们以善意对待他 他的反应非常非常之美 非常好 以卧意对待他的 反应非常丑陋 活的 所以我写了一封信 给这个江闻生 博士 我们见了面之后 我提示他 不仅是谁 所有一切万 你们慢慢去试验 泥土 沙石 统统都有见闻觉知 这些所有一些 这个植物呢 就更不被说了 活的 整个宇宙是活的 没有一样东西是死的 我们这个桌椅板凳 都有见闻觉知 他有法性 这是真的 然后 你得出一个结论 人 要以爱心 佛家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他不见他 都不见不见他 这样 看到 他的 互相 互相 感谢观看